近日 宁波江北红堂派出所破获了一起养老金诈骗案 嫌疑人假借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 骗取了一名老人近50万元养老金 前段时间 65岁的马女士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 认识了业务员江某 在她的推荐下 马女士投资了几个理财产品 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回报 随后有一天 江某突然提出和马女士私下见面 并向她介绍了一个高回报的理财产品 一开始 马女士并没有起疑心 直到最近要买房才发现不对劲 马女士向江某提出取回本金 但江某却推三阻四 买房子的本金了嘛 帮你他收好的 他说你有钱的话 你随时可以拿的 过了一个星期 她说现在接着 我已经要等一下 我这个跟我这个打击敌我 心生疑惑的马女士随即前往江某工作的银行询问情况 却被告知江某早已离职 马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 立即报了警 调查中民警发现江某离职后就开始假冒银行职员身份推销理财产品 并通过自己购买的POSE机将马女士的50万元养老金转走 该POSE机关联的商户名字及银行卡号都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的 所有的流水都是转到了嫌疑人自己的银行卡上 确认了江某的犯罪事实后 民警立即展开行动 最终将江某成功抓获 目前江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